好幾名食藥署人員 專家再次來到部落 採集檢體 全是因為台東京風鄉 兵茂以及立秋部落 多人食用當地傳統部落美食阿拜 陸續出現身體不適狀況 疑似爆發集體食物中毒 把檢體一個個放進夾鏈袋裡 再用手機拍照 不敢大意 採證後要來揪出食物中毒原因 專家仔細詢問 任何細節都不放過 這位當出院的村民說 先是出現視力模糊的狀況 五六分鐘後 腳開始感到麻麻的 全身開始不舒服 有民眾說聞到瓦斯味 味道怪怪的 以為是瓦斯外泄 而衛福部第一批檢體報告出爐 那最後在食餘 就是這個蝸牛小米種之中 有發現一個不尋常的訊號 那後續我們做了相關的檢查 確認為有機零托福松 年夜檢驗發現 檢體出現剧毒 不過到底是哪些食材 還需要調查 看起來比較嚴重的 都是有分泌物增加 譬如說冒汗多 然後痰多 那還有一些腸胃的症狀 再加上心跳慢 紅紅小 還有呼吸被移植 所以這個應該是符合 有機零殺蟲劑 或者是胺基甲酸鹽殺蟲劑 這一類農藥中毒的症狀 醫生說較嚴重的患者 都有分泌物變多的症狀 比較像是農藥中毒 很可能和有機零 胺基甲酸鹽殺蟲劑有關 這兩種農藥很類似 難以區分 到底是哪種農藥 為什麼會中毒 還需要進一步檢驗 TVBS新聞 劉景元 陳盛文和可言 台東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